去年底蕭美琴从美国反台平大选 带回四只爱猫 当选副总统后 传出她在520就职之前将低调赴美 除了准备搬家室以外 也计划拜访在美国的亲友们 蕭美琴准副总统她的母亲在美国 而且年事已高了 人之常情会希望在就职之前 能够探望一下年迈的母亲 或者是在美国的家属 据了解蕭美琴赴美是私人行程 多以探望在美亲友为主 因为等她就职后 就没办法轻易到美国 但蕭美琴有准副总统身份 是否会见到美国两党政要 或是帮准总统赖清德传话 替赖清德拼外交都备受关注 因为美国也准备进入大选关键阶段 更要趁机打好未来的台美关系 身为副总统相关的出国 都有相当的限制 其实过去赖清德在2020年 就曾以准副总统身份赴美访问 到华盛顿出席全美祈祷早餐会 尽管当时赖清德说 是以个人身份应邀出席 但也跟其他美国政要互动 当时更跟时任驻美代表 赖美琴何影同框 赖美琴就职前赴美引发关注 而他未来也将协助赖清德持续深化台美关系 赖美琴黄一姐又不由台北参谋到